欢迎回到超级联赛 紧接着进行的项目是SF 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要对战的两支队伍 分别是要灭太阳神 要对上游翼闪电狼 今天要出战的地图 也算是一张老图了 是 那尤其这两队的选手 正在为了今年的台湾Open 究竟哪一队能够登上大舞台 正在努力的奋战当中 想必我们第四季的 我们SF的历史上 绝对会相当的精彩 好的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目前第四季的战绩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第四季从这个礼拜 才刚开始 所以目前场次并不太多 要约太阳神是拿到一圣灵拜 闪电狼也拿到了一圣灵拜 反观华语Spider以及橘子熊 目前都拿到了一拜 介绍一下教练以及选手 在这边我们看到帅气的教练 欢迎倪洛教练 你好 要约太阳神的教练 接下来看到泰洋神的第一位 步枪手是亚特拉斯 辰友智 小丁选手 第二位是Karis 杨俊逸逸逸逸 第三位是卡欧斯 黄绿云逸逸 第四位是Hilus 周伟廷逸逸逸 最后是太阳神的狙击手 风居卡斯特 王伯顺逸逸逸逸 紧接着我们看到是游异闪电狼这边 首先看到是教练张家华 教练瑞你好 我们看到第一位是庄崎 克拉托欢迎 第二位感冒了 欢迎我们的指挥官 马斯林静赵逸逸 第三位是狙击手Luck 吴四中选手 接下来Zoze 施錦雲選手 最後一位Monkey 侯敬中選手 在衛星這張地圖 是一張非常傳統 是有兩個詐區 讓大家可以去搶攻的地圖 而且它的上中下路非常分明 是,其實在衛星這張地圖當中 這種分別一樣 這張地圖是使用爆破的任務 我們爆破的點分別是在任務 是我們機房辦公室的位置 另外其實要進入機房的位置 包括還有一些所謂通風口的位置 那以往在… 其實要早年來打衛星的時候 大家都說這個打衛星 擔任進攻光至少一次都會上天台 其實現在應該是在說 最近大家都對…這幾年 大家對機房的興趣 可以說是越來越高了 沒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 是不是對於這個機房 對於我們下路這裡 會特別的請有獨鐘呢 馬上兩隊就要進行開戰了 而最近我們可以看到在S3SF 最後的季後賽當中 閃電郎在衛星這張地圖表現得滿好的 他們是以8比3擊敗了橘子熊 對然後也讓橘子熊隊呢這個… 隱恨了… 真的 差了那一點點的積分 就是說他表示呢 今年呢在我們SF 在我們台灣OpenSF 這項比賽的大舞台 當中呢是沒有辦法看到橘子熊隊的喔 對我還記得那一場比賽一結束 龍騎教練真的好難過 然後他立刻在Facebook跟大家說 我對不起各位 看來覺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不過我覺得比賽就是有贏有輸 不,這不就是職業運動嗎 職業運動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輸贏 其實應該… 雖然說這個例行賽 大家都真的是相當在意 但是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已經開打了 這一個禮拜五到禮拜六 兩天的賽事之後呢 現在還有機會可以晉級的 這兩隊的選手呢 拚最後一張門票的選手 我相信他們這一次在例行賽當中 一定會想辦法讓他們的選手 讓自己的排名能夠爭取到前面一點點 加油囉 現在兩邊都已經準備好了 在閃電郎這邊率先擔任首方 在太陽神這裡是率先擔任攻方 為什麼說大家呢 接下來呢 在這個例行賽當中呢 一定會想辦法把自己的這種 所謂的排名呢 能夠爭取到前面一點點喔 你如果在例行賽排名呢 是第一名 就算你不小心被後面的人倒打 你都還有第二 你至少都還可以拿下了三分喔 是 可是現在三分呢 對於這個 尤以閃電郎來講 是不夠的喔 他一定要拿五分 他要五分 這就來看看張家華教練 以及呢 我們尤以閃電郎隊呢 在我們第四季呢 會不會打出那個 讓人驚豔的這個一季喔 是 那老師剛剛說到這個 加五分加三分喔 是指說 既冠軍加五分 既亞軍加三分 那如果拿到既奠軍 就有加了 小心 季軍 對不起 既季軍 既季軍 拉克這邊兩個 好 工方現在就剩下三名隊員 在搶到 我們來看到手環還有四位喔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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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特拉斯今天呢 這個截至目前為止呢 算是表現還是不錯喔 陣亡的兩個人都是 亞特拉斯給擊斃的 這邊有沒有看到 裝彈喔 一個人要守三個人 你真的要衝上去嗎 亞特 他裝了 他非常的有用 而且還衝上來 解決了一個 但是是被解決了 被解決了 他是被解決的那一個 對 他是被解決的那一個 而且時間綽綽有餘 我們看到還有19秒的時間 所以首方這裡是順利的拆除 炸彈也拿到今天第一回合的 勝利 恭喜閃電狼 我們剛剛我們看到 風機還滿大膽的 剩下一個人 還是英勇的裝彈 那時候呢 是亞特拉斯呢 負責在衛星的地方呢 想辦法要去拖住對手 如果說在這邊呢 兩不同時 例如說這邊呢 我們的這個王博勝呢 他這邊呢 勝利完成定時炸彈一個設計 亞特拉斯呢 如果呢在上面呢 把時間再拖長一點點 甚至於能夠殺掉那一個 甚至於兩個 然後呢 他裝完彈之後呢 他躲在屏風後面 就比較好做一個防守了 謝謝 好 卡士特這邊 鋸掉了一個 鋸掉施錦雲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二打二的狀態 大家都來到天台的通道裡 要轉電了 是 可以要擔任進攻嘛 好 又從通風口 但是出去 小心埋伏 有一個 哇 MARS最後一個 一打二 兩個從通風口出來 都被MARS給打掉了 是的 我們恭喜閃電狼 再一次的取得勝利 現在是2比0的領先 那從剛剛前面兩個回合 我們都可以看到 閃電狼對於資訊的掌握 是非常的充分 對方如何轉點呢 他都會第一時間察覺 好 開局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一趟可能又採取一個 1 2 2的一個開局 小心 收入彈 小心 收入彈 你們看到在小兵這裡 小兵是在天下的部分 你們個人是想要聲東擊西嗎 掩護自己的隊友 進攻我們的機房炸師嗎 小心 收入彈 好 現在慢慢的 我們可以看到進攻方 兩個慢慢的往機房的這個門口 開始做推進 靠近了 這邊遠遠就看到手彈 就丟過來了 小心 收入彈 小心 收入彈 小心 但沒有人被炸死喔 對 因為從狙擊鏡 都已經看得到 那顆手彈飛過來 如果還傻傻站在那邊 讓手彈直接塞到嘴巴裡 再回去應該 教練也會罵得滿慘的 很會罰貴喔 你怎麼眼睜睜的看著手彈 直接往你的嘴巴塞進去呢 小心 這邊把亞特拉斯 亞特拉斯的仕途 就如同剛剛麗珍提到 他從這個天台的槍 從這個樓梯走上去 似乎要做一個所謂的這種 深冬集氣 深冬集氣的感覺喔 可是似乎已經被打掉 這一個打掉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專心的 往機房這邊前進了 兩個打兩個 是的 我們看到 攻方的兩名選手 現在是在機房炸機的炸彈 安裝領先進復環 兩路同時抄進來 Monkey打掉一個 剩下桃斯一個人 對上Zoos 昔日隊友 對 我均勝利 好 我們看到最後是由Zoos 取得了勝利 再替閃電狼拿下一分 現在是3比0 閃電狼領先囉 我如果是黃綠豆呢 我不會回頭跑 真的嗎 這個怎麼做呢 我如果是黃綠豆呢 我會跑到天台的這個詐曲 因為我的隊友 我就是在這裡面一換一 表示那邊裡面應該也好像剩一個 那如果說我時間來的幾年 我趕快先跑到衛星 或是剩去我架槍等他來 如果他不來我就去裝彈 這樣好像真的比較聰明耶 這都是結果而已 對啊 我們就跟某些在講幫救的人 是一樣的 有些事情真的是結果 臨場的時候 聽到那邊有開槍 搞不好他有損血了 這時候搞不好回頭給他一槍 這個插邊的話他都會洗 也不一定 好 雙方呢 現在呢 我們可以看到進攻方 目前還在想辦法探測 究竟要從哪一個點 升頭出去 同時要呢 卡斯特 卡斯特 哇 先升頭了 但是這邊通風口呢 趕快呢 一路就衝進來了 好 是打掉了一個 同樣子也回進一個 好 我們楊俊毅 所以柯瑞斯也打掉了我們的肉 好 目前看起來 進去的金槍是 閃電狼 厲害喔 剛剛一個 一打二 但是很可惜 最後呢被呢 我們狙擊手給狙掉了 我們看到前四個回合 都是由閃電狼取得勝利 現在來到第五回合了 到底太陽神 有沒有辦法拿下一分呢 小心 小心 這個回合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防守方的我們 由於閃電狼隊呢 這個有 一開始呢 先從機房這邊做一個潛壓 真的對機房情有獨鍾耶 小心 好 四個人走 從這個右邊 我們可以看到俯視圖 我們這一次呢 這個要上天台的是卡斯特 對 卡斯特 我來 我可以看比較遠 是 好 機房要進場了 機房要進場的同時 應該呢也是卡斯特 準備要開始開槍 但是卡斯特 往後繞 我們看到這個交戰之後 現在是閃電狼獲得人數上面的領先 剩下卡斯特一個人 要一對三 一打三 怎麼打呢 而且血量很少 就二十一滴血 我看到一個中 厲害喔 但是呢 當他打到人的時候 就是表示情報已經被發現了 暴露自己的心中了 所以最後仍然是由閃電狼這邊 成功地拿下勝利 現在比數是來到了5比0 目前太陽神還沒有拿下任何一分 小心 已經來到了第六回合了 小心 說錄彈 小心 說錄彈 小心 說錄彈 會不會這個回合呢 就真的一路呢 說五個人 五個人 不能嗎 往機房 來做一波強攻呢 但是這一波強攻之前 亞特拉斯手彈 先被炸死了 被手彈給炸死了 好 兩個人殺進來 罵死又來一個 小心 現在我們看到 是一個三打三的局面 但機房這邊要守住喔 因為現在辦公室裡面呢 機房裡面通通都是呢 我們躍躍太陽神的選手 在屏光的後方 看樓梯來的人 我們看到閃電郎 嘗試從樓梯下來 現在剩下 要對上風鞠 小心 這邊 才要說我們的王伯勝要小心喔 他在後退的時候呢 似乎也被呢 我們友宜閃電郎隊呢 掌握到一下 他這個往後退的一個路線了 是 我們看到前六個回合 全部都是由閃電郎作勝 現在的比數是 已經來到了6比0 太陽神的壓力很大 剛剛有帶到我們教練 陸教練的選手 很緊張 帥教練今天呢 這個沒有辦法 小心 我們就回去遇到我們的 笑不出來了 資深教練 宙斯長 有一點沒交代 好 機房這一 這邊躲在後面的藍色的絲號 MARS躲得好啊 太厲害了 從煙霧中裡面衝出來 對 這就是所謂的放第一個 不過現在太陽神 有人數上面的領先 都會來看一下 在上半場的最後一個回合 有沒有機會獲勝的壯蛋了 小心 好 Monkey跟Zoes這邊壓力很大 剩下27秒 這回合如果躍躍再拿不下來的話 通通跑步給我回去深坑 從祕霧跑步回深坑 老師在那邊 老師 老師 哇賽 誰夠得了啊 怎麼會這樣呢 好 我們看到 商品場7個回合 太陽神沒有辦法拿到任何一分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今天太陽神感覺手氣不太好 在衛星這張地圖上半場 擔任工方的時候 一分未拿 對 尤其是在第7回合 對 我們一定有人數上面的優勢 四個打兩個 而且定時炸彈 也已經完成設置了 剩下也不過剩下20幾秒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才會說出這麼猛的一句話 對 想不到一語很秤 所以老師 您要陪他們從內湖這邊跑步回深 好 如果跑 我就跟著他們回 我開車 好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 第8回合已經開始了 現在是攻守交換區 由太陽神擔任首方 游翼閃電狼擔任工方 而在商品場的部分 我們看到閃電狼的Lok 這邊TD值高達2.75 相當的厲害 相當不錯 其實Lok本來就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狙擊手 那他如果這個畫再多一點 然後再活潑一點的話 我覺得他是一個 在隊伍當中 扮演的角色會更優一些 那在上半場我們可以看到 躍躍太陽神也創下了一個 大家不太喜歡 這個所創下的一個機遇 就是全員陣亡 在上半場的七個回合 五位選手 大家都不分宣治 每個人都死亡七次 然後算是全員陣亡 那KD值呢 勉強的唯一來到一的只有卡歐斯 卡歐斯跟我們克瑞斯 那就是殺了七個 那死七次 那我們來看一下攻守交換之後 太陽神這邊有沒有辦法破彈呢 因為呢 閃電狼隊已經聽牌了 對 閃電狼隊 這個回合再不走下來 現在有機會喔 我們看到現在元素上面是太陽神 有優勢四對三 而且也掌握情報了 知道說剛剛閃電狼是來到了鐵台的 掌握情報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從俯視圖呢 可以看到呢 紅色的 紅色的三號 開始呢在繞點 上面能夠 上面如果你再繼續膠著 我就要跑去辦公室喔 而且呢 從辦公室通風口 這邊還可以做轉 這邊還好辦公室跑得回來夠快 好 柯拉圖可能會被圍毆式的 被小瓶解決掉了 對 他已經被圍毆了 原本柯拉圖呢想說 更快地跑進這個辦公室的地方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至少要一趟神 在這一點呢 還好有做到喔 對 要特別注意一點 好 剩下時間呢 剩下一點點時間了 也沒辦法裝蛋了 剛剛我們看到Lock是一槍 16秒如果能夠全數殲滅 那就神了 終於是守住了賽末點 我們看到在下半場的第一個回合 是由太陽神取得了勝利 現在的比數是7比1 由閃天狼領先 小心 刷流彈 小心 刷流彈 小心 刷流彈 好 雙方不斷地在這個做一個 煙霧彈的一個投擲 尤其呢 我們從虎視度可以看到呢 在記憶房的門口喔 這邊手流彈跟煙霧彈 不斷地在丟喔 小心 掌握絕對的一個優勢的 遊翼閃亮隊 會不會 就來一波強的呢 小心 要不要來一波不夠 我也可以來兩波 是 三波四波 五波 牛海贏你六分 我們看到現在是 全員前進 是 全員前進 我們聽到指令了 我們聽到指令了 桃是兩個 好 目前看到是由閃電狼這邊 站著上風 特拉多也兩個 在太陽城這裡剩下狙擊手 風狙卡斯特一個人在場上 而在工方這裡 閃電狼還是三月 工方閒著也是閒著就會裝蛋 沒錯就會裝蛋 而且目前的卡斯特呢 剩下一個狙擊手 壓力好大 下班 很可惜這麼有趣喔 回去陪媽媽吃飯 閃電狼這裡獲得了勝利 今天的比數是8比1 好 那只能跟太陽神這邊說 要好好的加油囉 那也謝謝Jerry老師 Jerry老師可以回家陪媽媽了 謝謝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最後請記得回來